Hello大家好,我是张三 之前有小伙伴私信问我 关于先养阿修罗还是先养范四的问题 然后呢就有了咱们这期攻略 只在教我们萌新玩家怎么去养士神 不会走弯路啊,不会浪费黑蛋 我之前萌新时期有个梦想 就是把所有的士神都给满技能 然后就有了咱们这位大人的这个烂尾工程 黑蛋也就是御型达摩 在整个游戏中对大部分玩家来说都是非常紧缺的 尤其是这个前期 所以使用的时候呢是要非常的小心谨慎 那作为一个纯萌新的挖土刷一魂这块 你可以给大佬当司机 但是这个每月的活动呢 以及每天的这个缝膜 你还是要靠自己解决的 所以呢首先你又要有一套 这个以AOE为主的活动阵容 和以这个单体输出为主的缝膜阵容 然后我们就以此为主线啊 给大家讲一下这个士神养成的优先级 在整个摊开来讲之前呢 我们先单独把这个阿修罗拎出来讲一下 为什么是阿修罗是当前最值得养的一个士神呢 是因为他的这个大招的伤害技术达到了这个315 是整个游戏里面几乎上是最高的一个 然后有时候有些朋友也会问 就比如说某个士神带该带什么浴魂 那其实这个问题我没有办法回答你 因为那士神带什么浴魂 是需要看他去做什么工作的 对吧 比如阿修罗他去挖土的话 他可能带的是狂鼓 那去打活动的时候呢 那可能带的就是破试 对吧 这个东西不是说一成不变的 然后大家看到屏幕上这个预设队伍里边的五个士神 是我认为当前版本最值得养 也是必须要养的五个群体输出士神 也就是AOE士神 而蟹姬呢 作为一个SR 它是这个阿修罗的一个替代 就是你没有阿修罗的话 那么你必须要养一个蟹姬 路鸣大跃丸 他之所以能排名排这么高 第一是因为他这个大招不俗的伤害 然后就是他的这个变身能力 是这个萌新的开荒利器 不管你有没有阿修罗 这个路鸣肯定是要养的 接下来说一下刺林 刺林之所以能排到这 第一是因为他在永生之海有一个铁饭丸 然后就是最近的活动呢 也都有参与 是一个非常好的收尾师神 因为他三技能的大招机制 是他伤害浪费掉的越多 他追加的那段单体伤害 伤害就越高 所以刺林是一个收尾师神的博尔之选 但是这个养成的优先级 要在这个路完和阿修罗之后 零路遇前 大招是一个五段的AOE伤害 伤害也非常的高 同时呢也是一个斗技必备的师神 所以我们给大家推荐师神 也都更倾向于说在PVE和斗技 两边都有一个表现的师神 来优先去培养 然后我们说一下这个比较特殊的一个存在啊 谢姬 谢姬一个S2的身份排到这个地方真的是非常的有面子 那么谢姬呢 他大招是一个两段的伤害 加在一起的话 伤害系数达到了322% 但从这个数据来说比阿修罗都要高 而且他攻击呢 也不是说特别的低啊 也有3000多 所以其实你如果没有阿修罗的话 你一定要养一个谢姬 而不是去养那些如玉岛钱啊 还有那个茶几这种士神 那么群体士神讲完之后呢 我们接下来讲一下这个单体输出士神 完了之后呢 我们再去讲 就是这些强势士神的下位替代 首先是空向面灵器啊 空向面灵器它在PVE方面呢 有着非常高的单体输出 然后呢 它同时又是游戏里边速度最快的一个拉条士神 所以呢 这个士神是必须要养的 接下来的两个单体输出 分别是锦纳罗和腰刀机 那在写图文版攻略的时候 关于这两个士神优先养哪个的问题啊 我足足想了这个数百秒的时间啊 最后我决定还是推荐这个锦纳罗 虽然说现在的那些最强力的 最顶级的阵容都是围绕着腰刀机 或者说是围绕着不见月展开的 但是呢腰刀机呢 它首先对队友的要求比较高 然后呢 它自身的御魂也要非常的好 你才能打出高伤害啊 才能打出这个排名 然后不见月呢 是因为它这个队友啊 也是要求一个比较高的御魂配置 就可能你阵容做出来了 但是你用的时候会发现用不了 就是这个情况 接下来的这几个士神 是我们在解决了我们日常副本活动的需求之后 我们进一步需要养的士神 首先是这个两面佛啊 两面佛是我们从荣誉商店里边去换的 就是通过斗技积分获取的 这个士神呢 我建议你从现在就开始去着手收集和培养 因为它在这个大型活动 像超鬼王的时候 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士神 接下来是范刺 那这个范刺你如果抽到的话 还是要抓紧时间去养一下的 因为它是现在浑土的一个必备的士神啊 这样的话 你再去和大佬组队的时候 就不单纯只是一个腿部挂剑了 其实这张图上的六个士神 它都属于是没有也没有关系 但是养了是绝对不会吃亏的几个士神 那在讲完我们的说出士神之后呢 我们再来讲一下我们的辅助士神啊 其中有一些也是我们抽到必须要养的 首先介绍的两个士神分别是 阴帆辉叶鸡和千鸡啊 它们两个都是一个打火和增伤的辅助士神 如果你两个都有的话 你不必去纠结说我先养哪一个 你养哪一个都行 因为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 你早晚要养另一个 接下来是第十天呢 第十天在斗鸡场是一个非半必选的士神呢 同时呢 它在PVE方面也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单体增伤的一个辅助士神 也是一个必须要养的士神 圆节神 圆节神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 都是这个辅助一姐的位置啊 兼具了打火增伤奶妈 还有赋予队友一个额外行动回合的功能 是非常好的一个辅助 接下来是石灵 石灵也是一个多功能的辅助士神啊 目前就业岗位也比较多 偏向于一些比较高端的一些副本阵容 但是如果石灵仅仅是用来挖土的话 它是不需要吃这个黑蛋去升技能的 然后是不见月 不见月作为游戏里最强的一个增伤士神啊 我们在刚才讲腰刀鸡的时候也简单讲了一纸 那你作为一个萌新的话 你去养这个士神的优先等级 并不是特别的高 接下来我们要讲的士神是鬼吞和阿里 那这两个士神都更偏向于说斗技 但是在PVE这块呢 也不是说完全没用啊 只是说现在上场的机会不多了 鬼吞呢 目前是在那种献技流的混土阵容里还有一席之地啊 但是我不确定现在用那个阵容的人还多不多 至于阿里的话 PVE这块真的就 所以说如果你黑蛋不是特别多的话 这两个士神也是不着急养的一个士神 到这里呢我们还有很多士神都没有讲到啊 因为讲的太多的话就显得这个没有重点 我们也做了一个图文版的攻略 大家可以通过图文版去更加直观的去感受 那我们也会把图文版放到评论区啊 欢迎大家去看 然后我们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